伊朗国防部称 伊朗已经放弃采购俄罗斯的苏35战机 这个事儿来的真是挺离奇的 你在俄裔关系日益密切的时候 难道是双方突然就闹翻了吗 放弃了苏35 伊朗又该去选择又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歼10C了呢 欢迎来到掌门观察 伊朗电视台SNN就报道了伊朗国防部长 他接受采访时的一些情况 就是谈到这个苏35交付的情况的时候 这伊朗国防部长说 说伊俄之间的确是达成了购买的协议 但是我们现在给出的答案呢 是伊朗有能力在国内生产自己的战斗机 政府方面正在对相关的情况进行评估 我们觉得如果要有必要的话 那可以重新考虑购买 这报道还说 俄罗斯拒绝转让生产技术 也不愿意向伊朗提供自行维护的技能 而且以前谈好 伊朗要购买俄罗斯的苏30SM这件事 俄罗斯那边可能也不卖了 从伊朗国防部长的表态来看 这个就是要放弃采购苏35了 难道说伊俄真的是闹翻了吗 伊朗和俄罗斯签订了采购50架苏35的合同 首批就要交付24架 这24架不是专门为伊朗生产的 它原本是埃及里面订购的 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埃及就放弃了 俄罗斯就当做清库存给了伊朗 因为这批飞机已经生产好了 伊朗是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的第二个工业强国 那么它想通过军购获得一定的技术 从而实现一部分的自制 这个也是在它的计划之中 伊朗还想采购一些苏30SM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相比苏35 苏30SM它便宜多了 伊朗根据自己的已经有的工业和军工的能力 它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后期的改装 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就大大节省了成本 要说起这个技术转让 它其实也是要付钱的 伊俄的这笔交易 苏35这笔交易还有苏30的这一批交易 有没有涉及到转让的内容以及费用 这个还可能是一个问题呢 不过这个事背后 除了这些直接的原因之外 它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此前伊朗就俄罗斯对伊朗和阿联酋主权争议之中 俄罗斯它偏向了阿联酋这边感到了不满 担心俄罗斯会像当年纳卡冲突之中 为了安抚阿塞拜疆以中立为理由 限制了亚美尼亚使用苏30SM 这事完全可能会发生在伊朗身上 目前中东的大和解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大大的缓和了 但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还是挺紧张的 换句话讲 以色列是伊朗最大的敌人 而俄罗斯和以色列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 以色列也是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斡旋渠道 如果说俄罗斯它为了保持和以色列的关系 而限制伊朗用苏35去对抗以色列的话 很显然这就是伊朗难以接受的 这也是它非常顾忌的一个地方 此前伊朗确实也考虑过购买我们的千石 除了中俄伊朗你还真没有获得先进战机的来源了 那么现在它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购买我们中式战机了呢 目前来看可能性还不大 你看现在伊朗的这种表态 它更像是在跟俄罗斯进行讨价还价 特别是在谈这个政治条件的一个做法 这并非是双方全面的闹翻了 从现在情况来看双方也不可能全面的闹翻 所以这件事我们还是看一看后续消息再说